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 那么今天呢有几场欧洲的赛事啊是国际友谊赛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接下来一个呃分享群啊 就是一个新的群这里有一个呃二维码可以教我们的客服 然后加入我们的呃这个分享群 那么这群呢接下来会给大家推荐啊一些滚球啊 或者说一些创创啊或者是一些呃比较比较及时的一些更新的东西啊 然后今天分享的赛事呢一共也有五场都是欧洲这边的比赛 呃第一场是挪威对杰克第二场是荷兰对苏格兰 第三场是匈牙利对土耳其第四场是罗马尼亚对北爱尔兰 第五场是西班牙对哥伦比亚 那么这五场里面呢呃因为是国际友谊赛 他有一个特点国际友谊赛呢呃可能打的会比较放松一些 因为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呃想到就是说 在联赛部分的比赛呢可能会做轮换 那么呃替补人员也得到了这个上场的机会呢会去表现 所以可能会打的比较放开 那比如说是呃在这个五场比赛里面呢 有一些球队就已经在欧洲杯这边晋级了 那这有一赛他就只是王王而已啊 王王也不一定是说输 所以就心态上的他是比较放松的 那么比如说是杰克 荷兰 苏格兰 匈牙利土耳其 罗马尼亚跟西班牙 啊 这几支球队呢就已经 呃晋级了 晋级到这个欧洲杯的正式赛 也就是六月份开始的比赛 这一个星期是属于呃 国际比赛日对吧 国际比赛日的话呢 呃五大联赛是停摆的 然后呃突然插入了这个国际比赛呢 其实不是很重要的这一个周啊 除了这个欧洲杯的附加赛 有有几支球队会诞生之外 其他的球队就是参与为主啊 就比如说昨天晚上的这个呃葡萄牙 他也是五比二对吧 大胜了呃对方 所以呃但是他的踢的很放松啊 包括这个后面也上了一些啊 替补啊一些球员平时啊 有时候没有得到锻炼的也也上场去踢啊 然后包括来来澳呢 也能够第一个球是他进的啊 b 费也进球了 然后拉莫斯也进球好像就是类似 这个意思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第一场的挪威对捷克啊 挪威这个球队非常可惜 因为欧洲杯接下来呢 没有他们什么事情 比如说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哈兰德跟二德高呢 呃他没有机会 接下来在2024年德国欧洲杯的比赛出现 所以呃挪威呢就这一场去对捷克啊 可能会赢 但是说实话啊 可能有可能是捷克放水的 再有一个就是哈兰德跟二德高也不知道会不会下 对吧 因为接下来在英超的比赛特别的紧密 还有欧冠 一比零跟二比一的 然后第二场是荷狼对苏格兰啊 这场也是看好主场的荷狼 保平真胜 一比零一比一跟二比一啊 苏格兰跟荷狼其实都晋级了 第三场是匈牙利对土耳其啊 这场是看好主场的匈牙利 一比零一比一跟二比一 第四场是罗马尼亚对北爱尔兰啊 这一场呢啊 也是看好双方有机会握手言和 然后可以考虑双方进球啊 一比一二比一跟二比二 第五场是西班牙对哥伦比亚啊 这场是看好主场的西班牙一比零 二比零跟二比一 好 今天的比赛大概就分享到这里 然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群啊 然后联系我们客服 接下来会有一些比赛的更新 或者是一些 呃创创或者是 呃滚球啊会在里面去 呃去分享 然后昨天的话呢 呃昨天的二维码是出现错误的 所以呃今天这个二维码 大家重新加一下 然后我们客服这边会 帮大家呢啊邀请进进群里面 好吧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里面去分享自己的心得 然后还有一些多多交流 对不对 然后呃我们等一下有什么好的薪水也会在群里面去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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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